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一家只有13年历史销售收入 16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 收购一家拥有80多年的历史 年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 这幕蛇吞象的传奇故事 如今真实上演了 28号 吉利集团在瑞典戈德堡签下了协议 以18亿美元收购福特旗下沃尔沃轿车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权以及相关资产 包括知识产权 吉利这条小蛇怎么能吞下了沃尔沃这头大象 吉利这次收购的结局 是患上消化不良 还是由此一飞冲天 我们栏目专访了吉利汽车集团 董事长李舒福 来听听他讲述收购背后的故事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舒福 和福特旗车公司首席财务官刘易斯布斯 于3月28号下午 在哥德堡沃尔沃轿车总部签署了协议 吉利集团收购价约为18亿美元 创下了中国收购海外整车资产的最高纪录 作为具有鲜明北欧传统的汽车企业 沃尔沃的国力总部和研发总部 仍然留在哥德堡 并继续由沃尔沃的国力成管理 推动沃尔沃的独立自由发展 李舒福在协议签署仪式上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中国将成为沃尔沃的第二个本土市场 沃尔沃轿车将在发展迅速的中国 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瑞典副首相兼工业与能源大臣 毛德奥洛夫松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李毅中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毛德奥洛夫松对此次并购案 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协议 吉利购买沃尔沃的内容包括 9个系列产品 3个最新品牌 2400多个全球网络 人才和品牌 以及重要的供应商体系 此协议还有待监管部门审批 在对退休金缺口 负债现金和运营资金核算的基础上 对收购价格进行了常规性调整以后 吉利和福特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完成交割 沃尔沃目前拥有两个汽车组装工厂 分别在瑞典和比利时 此外沃尔沃在瑞典 还有一个发动机生产厂 沃尔沃目前在全球有数万名员工 其中约有一万六千人在瑞典 我记得在很多媒体上都看到 您说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穷小子 然后能够去收购一个富家女 所以这个时候您的感觉是特别的兴奋 还是特别的担心 是 你这个是恰如其分描述我的心态 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追求沃尔沃 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 能够把沃尔沃这个世界 著名的超级豪华教授的制造企业 能够买到手 那么现在基本上应该是完成了 这个交易的大部分工作 那么接下去压力就来了 面对挑战困难 以及想象不到的问题 我们接着说说18亿美元的资金 给人的总体印象 我们对中国的普通观众 如果要便于理解的话 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 极力刺激是拿出了一小部分 绝大部分的18亿美元的资金 都是您借的 比如说从银行借的 从地方生活手中借的 承诺地方政府 给他将来在地方政府的一些支持下 在一些当地办厂 通过种种的承诺 借了很多钱 借了那么多钱去买沃尔沃 这个钱将来是得还的 您觉得压力大吗 这个交易价格是18亿 但是整个资金 大大超过18亿 因为它还需要流动资金 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资金债用 所以整个资金总盘子要达到27亿左右 就在27亿美金呢 哪里来的 也并不是你刚才讲的那么简单 地方政府给他一个承诺 他就把钱给你了 中国有这样的地方政府吗 他的钱哪里 没有 大部分的钱 我们是在中国以外的海外资金市场拿来的 比方说美国的 欧洲的 香港的 从不同的资金市场 不同的出资人 海外的企业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还有部分我们的福特 福特他也支持我们 给一部分的资金的支持 还有将近50%左右 我们就在中国来解决 这个解决就是数量就不是很多了 而这一部分 大部分是吉利自己的 你刚才说了一帐 吉利去年或者前年 利润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吉利要负债的 这个企业还是要负债的 这个负债当然我们要冒这个风险 我们要担保 要抵押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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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责任的 我们的消费者很关心的 也是我想 很多电视观众都关心的 就是 我们想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地方政府都在 希望沃尔沃的这个 成产线能够落户在他们的地盘 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目前有哪几个 哪几个城市在 想争夺沃尔沃的这样的工厂 您打算可能会选择哪一家 能不能给我们核实一下 是不是就会落户在北京 益庄 我们听说是这样 作为沃尔沃这样一个世界超级的豪华品牌 全中国 所有的地方都在争取 每一个城市 自治区 直辖市 都在争取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如何把这个收购工作完成 来后我们再考虑到底在哪个地方 弱户身材 两件事情要分开 如果把吉利收购沃尔沃比作一场跨国婚姻 吉利似乎并没有多少能吸引对方的魅力 品牌影响力仅仅局限在国内 主打的又都是中低端的市场 这与沃尔沃国际高端品牌的形象相距甚远 那么吉利又凭什么说服对方完成了这场中国汽车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海外并购呢 一起来看看 吉利收购沃尔沃的道路可谓是一波三折 1999年福特花费64.9亿美元 购得瑞典沃尔沃品牌 试图进入欧洲高端市场 受金融危机影响 2008年年底 福特决定出售沃尔沃 2009年4月 福特完成了对沃尔沃的评估 并通过投行对中国企业发出了出售沃尔沃的情况说明 先后有吉利、长安、奇瑞等几家国内汽车企业 深陷收购沃尔沃的传闻 2009年5月 吉利高层造访瑞典哥德堡 吉利瞄准沃尔沃猜想横空出事 但吉利官方随后予以否认 说收购沃尔沃的事情不靠谱 福特总部也回应称 吉利收购沃尔沃是新闻炒作 但当天业内传出猛料 吉利高层正在广东东莞考察 可能在东莞建造国产沃尔沃XC90生产基地 2009年7月 有知情人士透露 吉利报价20亿美元左右 进购福特汽车旗下领台沃尔沃 并称目前吉利在沃尔沃竞购站中处于领先地位 9月8日 吉利汽车高层在香港出席中期业绩发布会时 首次公开表示 吉利方面正在参与收购美国福特汽车旗下 著名高端汽车品牌沃尔沃传言成真 10月28日 吉利汽车发布声明称 吉利成为沃尔沃首选进购方 正当吉利成为沃尔沃首选进购方时 又出现了意外 瑞典财团为进购沃尔沃准备了一份现金提案 预计出价在21亿美元较价高于吉利汽车 对福特汽车极有诱惑力 此外 参与进购的还有福特汽车前任主管领导的美国皇冠集团 2008年12月 福特提出出售沃尔沃的计划 2009年10月 福特称吉利汽车为沃尔沃汽车的优先进购方 此刻两大财团加入混战的目的不言而喻 沃尔沃工会组织先前并不支持吉利的收购计划 认为计划中没有提出沃尔沃未来发展策略 担心会发生裁员等情况 直到2010年3月27日 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工会组织表示 支持中国浙江汽车企业吉利集团的收购计划 为吉利集团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署收购协议放行 我记得有人说福特愿意把沃尔沃卖出来 当时是因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当时确实需要现金 企业遇到很多问题 但是后来随着金融危机逐渐恢复 其实福特的股价也得到了回升 福特整体的营销状态都有所好转 有人说当时吉利已经错过了时间窗口 后来福特就可能没有一开始那么愿意去卖沃尔沃了 是为什么后来最后还是成功的卖出了沃尔沃 这就是说大企业比小企业不一样 作为福特这样一个全球超级的大型的汽车企业 它制定了一个载略 通常来讲不会轻易改变的 它这个战略的制定是经过非常多的专家认证 和非常长的时间的研究 最后通过国立成董事会讨论 确定下来的一种方向性的埃牌 不会因为股价涨了 或者市场形势稍微好了一点了 就轻易的掉头改变 它可以犹豫 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要想真正的掉头 这个责任谁都附带不起来的 万一掉头掉错了怎么办 所以福特还是按照一个福特战略 在推动整个计划 因此包括沃沃 虽然是一个全球塞大顶级豪华车之一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它也只能按照原来的战略 如果福特都搞不定 为什么吉利能搞定 为什么李舒服能搞定 我的信心从哪来的 为什么能搞得好 首先福特他并不认为他搞不好 他认为他还是能搞好 但是他为了把他自身的品牌搞得更好 所以制定了一个福特的债略 把其他所有的在世界各国的品牌 都把它剥离开来 集中美国 把他自己在美国的品牌搞好 这是他的债略所决定的 并不是他搞不好 这是一 第二 他在管理沃沃期间 用的是相当一个大集团 管一个小集团的这样一种方法 我们评论他是父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父子之间的关系 而现在吉利买了沃沃以后 是兄弟之间的关系 吉利和沃沃是两兄弟 大家比翼双飞 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 共同发展 不是父子之间的关系 国内方法发生了改变 第二呢 福特本身 他有他的豪华之后品牌 而沃沃也是豪华之后品牌 他们两个品牌有冲撞在市场上 而吉利这个品牌和沃沃在市场上不会产生冲撞 最起码近阶段 最近几年都不可能产生冲撞 这是不同的品牌定位 好像说菲尔特跟法拉利 是吧 奥迪跟大众 他是有品牌的互补关系 所以市场上不同定位 这是吉利和福特是不一样的 第三呢 沃沃沃在瑞典 他的本土市场 总量太少 市场太小 世界上汽车工业发生好的 都是本土市场比较大的 比方美国 德国 日本 海国 当然还可以说包括一些法国 虽然也比较小 但是他本土市场 比瑞典都要大 而中国的本土市场是很大的 卢谷 沃沃 卖给了吉利 中国和瑞典 这两个市场 都将成为沃沃的本土市场 也就是他的基本量有了 这样的话呢 对研发的投入 成本的降低 他都起到了一个绝对的 帮助 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一波三折 多少也反映出外界对他的质疑 实际上 在吉利之前 不乏中国汽车企业 并购海外品牌的先例 南汽收购英国罗福 上汽收购韩国双龙 但最后的结果 却都是败走卖城 作为本土品牌的吉利 怎么避免成为又一个失败的案例呢 我们再来听听李舒福的分析 收购IBM 我曾经问过联想的董事长 柳川智先生 我说这个收购 今天来看成功了吗 他说不能说成功 他说我现在站在悬崖边上 过两年 你再问我这个问题 我问过TCL的李东生先生 收购这个TCL收购这个Thompson 最后非常尴尬 是不是失败了 他不承认失败 但他也说没有成功 我们再看看 我也曾经问过上期的董事长 胡茂元先生 上期收购双龙 成功了吗 没有成功 而且非常尴尬 现在 所以似乎我们看到 中国写您说的非常对 中国到了这个火候了 中国人可以收购国外的品牌 但是似乎没有 没有完全真正的准备好 在您的周围 在别的行业 更多的都是还没有成功 或者说已经失败的例子 这也是实践 极力有信心 把沃尔沃经营好 发展好 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在里面的 当然我讲的这些科学道理 在实践过程当中 是不是可行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调整和完赛 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除了工会之外 因为我记得上次跟您在电话做采访的时候 我们还提到丰田的事情 曾经也跟丰田张南先生做了一个专访 那么大的汽车企业 全世界最大的汽车企业 盈利状况最好的汽车企业 因为一个踏板问题 一个非常小的质量问题 陷入这么尴尬的境地 一个跟美国创造了那么多就业 一个无论是在世界各地 都有着足够的经济实力 财务实力 包括跟政府的关系的企业 都可能因为这么小的问题 突然陷入尴尬了 我觉得我们吉利的国际兵购 没有一个是失败的 我们兵购澳大利亚DSI公司 是吧 它的工会 它的国立城 也是西方的 一样 它与他们的主战 我们都沟通得非常好 现在发生的很好 是吧 也产生了经济效益 有了倒闭铺材 我们一弄就把它拽钱了 搞得很大 大家都信心疏散 他自己偷偷的国旗也升起来了 什么也搞起来都很好 你说我们说过的 英国伦敦的门通公司的 虽然我的股权比较小 虽然它去年 前年也没有赚大的钱 也亏了一点 但亏的也不多 但是我们在上海的 车马上投彩 我们接下去 一系列的动作 一上去 也都很好 跟国立城沟通都非常好 它的工会也都很好 虽然你刚才讲的其他的 你说还不成功 但是我认为我们 并购的这两个都很成功 好 欢迎回来 28号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舒福 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首席财务官 莱维斯布斯 签署了收购沃尔沃轿车的最终协议 但始终伴随着这场并购案的担心和质疑 并没有因此而平息 外界对这场身份悬殊 却将影响到世界汽车工业格局的联姻 又有哪些看法呢 一起来看看 因有13年历史 2009年总营业收入为42.89亿元的吉利汽车 将有80多年品牌和技术基点 年营业收入1000多亿的沃尔沃 揽入怀中 被视为是一个舌吞象的经典案例 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发表评论 称中国汽车行业迈出了一大步 并对沃尔沃的未来发展前景表示乐观 但也有媒体提醒 成功收购并不代表中国汽车的长远成功 中国汽车未来面临质量讨厌 华尔街日报认为 中国公司登上全球汽车业务台 纽约每日新闻报认为 极力扩充与国内外对手正面交锋的实力 但今日美国却认为 中国汽车面临质量挑战 而英国广播公司认为 收购沃尔沃 中国意在进军欧洲市场 人民日报评论 选择极力 其实是选择中国 新华社评论 极力引起沃尔沃 并购是个漫长婚约 私深汽车行业专家 吴云秋认为 成本杀手 李舒服 有能力扭推沃尔沃 而对国际并购深有研究的 马光远博士认为 极力收购沃尔沃 直观看来 是一双很不靠谱的交易 但其实 孕育了很多 其注定成功的经历 极力十几年来 在市场夹缝中 生存和发展的经历 证明其 有创造奇迹的能力 而极力当家人 李舒服的胆识和执着 也降服了沃尔沃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工业发展士主任赵英表示 收购只是一小步 如何驾驭之考验 国家信息中心 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认为 沃尔沃有可能会 品牌形象低端化 也许会用降价的 一系列措施 来跑步销量 但是品牌形象会下降 其品牌形象 肯定会低于 分时宝马和奥迪 成为一个中当品牌 在网络调查上 有63.5%的网友表示 会购买吉利公司旗下的沃尔沃 有59.2%的网友认为 中国车企走向世界名牌 还需要靠自主研发 只有28.1%的网友认为 探好这次收购 认为我们已经是 汽车产销第一大国 但品牌低质量差 仍是国产车的通病 希望吉利借助沃尔沃这一跳板 能够鲁鱼跳龙门 相信李书胡这个青蛙王子 可以用神奇的欲吻 拯救亏损的瑞典公主 但也有网友不看好 此次收购 担心吉利消化不良 您担心不担心 如果凝聚出现 或者吉利的符号太多 会影响别人 对沃尔沃的这种信心 我真的不担心 但是我们在具体安排上 吉利是吉利 沃尔沃是沃尔沃 吉利不生财沃尔沃的角色 沃尔沃也不生财吉利的角色 这个是分开的 但是我相信我的出现 给沃尔沃是带来信心的 我这次去了 跟他们中城概部 好几百人也开了一个会 表达了接下去的沃尔沃 如何形成 强大竞争力 强劲生命力 如何早一天实现 两个零 零商网 零污染 我们要给他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 和非常正确的方向 大家朝着方向去奔 要有自信 有什么样的倾堂妙气 能够让沃尔沃这个品牌 因为我们的普通消费者的眼中 是气死灰生 重新恢复到这种 曾经的这种 世界顶级奢侈品轿车的 这样一个地位 这个沃尔沃 我把它比喻成 像当一只老虎 就是说 它这个技术内海很强大 研发能力很强大 质量控制水平 以及它整个集团的 员工素养 都是非常好的 它的根本问题 就是整个规模太小 就是比奔驰要小 比宝马要小 由于规模小 而陀路的研发 跟奔驰宝马差不多 那成本 摊销到每一辆车上的成本就高了 所以它就不再钱了 那我们要采取的 一个最直接解带的方法 就是要把它销量拉上来 要让更多的用户 去购买我我教授 这样的话 量一上来以后 它这个研发的投入 摊销到每一辆车上的成本 就降低了 您刚说这句话 让我想起来 您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汽车有 造汽车有什么难的 不就是四个轮子上 放一个沙发的 套一个铁皮吗 如果汽车 您现在还这么认为 汽车工业的发展 一定要走向 模困化制造 模困化设计 这个模困化制造 和模困化设计 就是四个轮子 加一个发动机 加几个沙发 加一个车身 如果说中国的汽车工业 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中国的汽车 要想走向世界 永远是一个梦想 您觉得您自己形容自己 您觉得什么样的描述 或者形容词最贴切 我是一个有梦想 有理想 而且非常执着的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和理想的一个人 看来作为吉利汽车的领军人物 李舒福对沃尔沃的未来 充满信心 这样超乎常人想象的出牌 在李舒福身上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他也因此赢得了一个绰号 汽车狂人 他到底有哪些 吸引大家眼球的故事呢 李舒福曾经当选 2009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对他的介绍 20多年 他干过很多行当 每做出一次选择 都遭到过很多人的反对 他被人称为汽车疯子 就在2009年 美国福特集团正式对外宣布 吉利集团将成为沃尔沃的首选竞购企业 拥有对沃尔沃企业的优先收购权 一边是享誉全球80年 号称全世界最安全汽车的沃尔沃 一边是以沙发装上四个轮子为里面起家的吉利 有人说沃尔沃和吉利的此次合作 相当于一个平民小子 娶一个公主 我们国民不是王子 我们 我们是一个穷小子 是一个农村青年 现在在追求一个世界顶级的这个明星 1994年 李叔福这个穷小子一头闯进汽车行业 提出了他的梦想 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 在当时没有一家民营企业进入汽车行业的情况下 李叔福的想法无异于是天邦夜谭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 李叔福再次让人们看到一场石吞象博弈 也许我们这个行动 给中国汽车工业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也许我们这个行动是一个失败的这个案例 从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民营企业 到成为自主研发 自主生产 走向世界的汽车企业 怀揣着一个造中国车梦想的李叔福 真的能再创企迹吗 2009年12月23日 对于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叔福而言 是一个双血灵魂的防御者 这一天 吉利与胡特汽车几乎同时顿外发展农村 吉利与胡特汽车公司 就收购沃尔沃孝之公司的所有重要商业招牌 这一天 2009年12月中国军纪年度严密 能统计较李叔福榜上人名 颁奖典礼建讨 李叔福送出的礼物是 两个新造型的东西 我们也要用心记住自己有一个使命 就是要让中国汽车走遍全世界 而不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走遍全中国 这个是吉利的使命 我们现在每天都是为围成这个使命 不管是否看好吉利的这次海外并购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最终看到答案 任何企业并购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即使我们现在来回顾中国企业之前的失败案例 也不能抹杀当初并购中存在的合理成分 更不能由此变得悲公舌影草木皆兵 对敢于再次出手的吉利来说 我们希望他应该把各种质疑看作是一种提醒 甚至是一种幸运 因为有了这些前车之鉴 吉利对自己的海外之路可以看得更清楚 知道哪里是急弯哪里是陷阱 中国企业终究有一天会登上世界舞台 每一家上路的企业对后来者来说都是开路先锋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的今日观察将关注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 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如何化解 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感谢您的观察